要先找到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你把這個地方顯示更多展開來 它其實主要會有01、01 1月份好像 這些資料好像就2019年的 去年度的 去年度的1月1號到7月14號 然後7月份、8月份 底下就是每個月份就一個資料來源 我們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把它點下去 比如說我希望下載1月到7月好了 一般下載就點這邊一下 你會發現它自動會出現存檔 存檔的話它會給你一個CSV 放在哪裡呢?放在這邊 把它打開來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看到 以前我們如果沒有學會用request的話 我們可能就自己手動點選 然後用F5接F等於open open它的位置 然後再把它叫進來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要升級 我們不要每次都要下載 因為每次下載很麻煩 還是要透過人工去點 然後去存檔 如果說我們現在用request的話 我只要知道1 這個連結的位置 所以記得待會不要點 剛剛是點左鍵就下載 記得點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會出現有一個叫複製連結網址 意思就是說我現在不是要把它下載下來 而是要知道這個連結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位給誰呢? 把這個複製一下 接下來的話就打開一個新的module 也許那個module名稱也許叫什麼 台北市公有林鄭等等的 或者叫下載這個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你就輸入第一個 imput 控一個request 不過前提是你要先把它從那個官網上面下載 第二步的話呢 在這裡 我就把剛剛那個連結放在哪裡 放在request後面的一個方法叫get 應該可以理解吧 request 請你幫我去抓什麼呢 後面刮壺之後 給他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就把剛剛的東西貼上就可以了 ok 就是這麼一串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雙引號刮壺有沒有 所以很長一串 就主要是用get get後面那個東西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什麼呢 把這個東西所得到先丟到HTML這個物件名稱 這是一個物件 是由request產生的 就是抓到那些東西 其中的話呢 因為他有編碼方式 預設的話呢 可能是UTFI 可能是什麼 CP950就兩個嘛 CP950或者是UTF8 那我怎麼知道說 它是CP950呢 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按右鍵 可以用什麼呢 用開啟用什麼 用Node記事本 有沒有 然後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這邊這邊有一個什麼 編碼方式有沒有 就是ANSI 如果它是NSI的話 Encoding部分呢 請你用這個所謂的CP950 那如果是UTF8 那你就打UTF8就可以 OK 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編碼方式 如果是沒選正確的話 出來可能會是亂碼的 OK OK 就讀到我的Python裡面 可是目前的話 只完成第一階段 那待會我們要完成第二階段 把這個資料做切割 然後去除什麼 因為這邊有很多空白 這個空白不需要 有沒有 那第三個階段的話 就是把它Insert into 到資料庫 也許呢 我們再增加一個table 叫什麼Market01好了 然後呢 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日期123455個欄位 那也許你用ABCDE吧 你就偷懶一點 如果那OK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取個名稱 然後呢 分別把它Insert into 不過也許你們可以先用Insert 再來試試看用Insert menu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所以今天的主要重點 就是抓取 三種最常見的開放資料格式 包含CSV 現在我們在練習 第二個就是Jason 第三個就是XML 如果這三種你都會用 基本上開放資料對來說 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了 當然我們會順便練習什麼 把前面那個切割 跟資料庫部分再複習一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自己先玩玩看 有壓力的 有壓力的 有誰 有壓力的 要壓力的 那是 感谢观看